大家好 我是陈老师 欢迎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又到了我们每一周的新冠疫情周报 这个周报我们已经维持了一年四个月的时间 了解世界疫情的动向 就可以真正的掌握世界变化的脉动 开始之前请可以务必按下订阅以及关注小铃铛 这样老师下次更新视频或是新的运势解析 您才能够获得通知哦 好说疫情就要看数据 有数据的信息我们才能够公正的看世界 而不是被未知的恐惧所掌握 所以我们先来看看本周世界疫情的排行榜 首先居高榜首的当然就是我们熟悉的印度 印度目前的回报单日新增病例大概为40万 而每天因疫情而新增的死亡人数约在3400人 当然这个数字都是由记录为主 我们从广大的媒体记录来看 基本上至少9成都是没有回报的数字 有回报的几乎都已经是重症 需要呼吸器维持生命 所以按照目前老师所取得的一些医学资讯 一般来说 新冠患者感染之后 演变成重症的比例 大概就是接近10个百分点左右 也就是说即使感染了9成左右都不会变成重症 一般大概只有1成会变成重症 而重症里面按照中国所提出来的死亡率 重症死亡率大概在1.4%到4.5%之间 但是印度比较不一样 因为就是无论在中国或是在欧洲或是其他的国家 重症患者取得氧气治疗的概率是非常的高 而在印度除了权贵或是富有的人之外 要取得氧气的机会 几乎都是需要比较高的运气 所以在有些报道里面 甚至有警察去抢夺已经分到氧气罐的穷人 因为富有的人需要这些氧气 所以穷人只能眼巴巴的看着亲人 无氧气而用而与命了 所以按照这个逻辑来看 印度目前比较真实的染疫数字 大概是每日新增360万例左右 每天死亡人数全印度大概会落在45000上下 且这个数据不包含北印度的农村地区 而是比较诸如德里这些地区 这是会比较合理的数字 在这个数字下才有机会会随地出现火葬 以及坟地的爆满来不及掩埋 以及无法消化的遗体的真实状况 而如果全印度真的如数字一样 每日只新增了40万人 而死亡病数只有3400人 那么基本上是不会出现随地火葬的情形 印度多少人呢 印度有14亿的人口 每一天正常死亡的话都不止三四千这个数字 光心得里他人口就有多少呢 就2100万人 印度几个大都市如何会消化不了 多出了两三千具因为新冠疫情而往生的百姓呢 所以基本上这个是比较难以置信的数字 那么印度未来的疫情会如何发展呢 按照目前的模型曲线 未来印度会在两个月内再度成长两倍到三倍的疫情的状况 之后才会遇到了停滞期 而重点不是只放在印度 而是从印度辐射出去的逃难人口 而老师为什么会抓两个月呢 就是会遇到了印度的停滞期呢 因为在那个时候会往生的大概都往生了 不会往生的大概也都是有了抗体 这个是怎么样 真实的用了人命来换取群体免疫的状态 才会真正的产生 而且印度的病毒株它是非常多样性的 不是只有一两种 所以说它会快速的传播 然后又因为医疗资源的缺乏而快速的死亡 所以剩下来的都是一些比较能够抵抗的一些群体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进入了比较强的一些 区域免疫、区体免疫的状态 那么印度的疫情才会进入了新一波的停滞期 也就是接近顶峰的关键 在这个时候 印度可以取得比较大量的疫苗以及疫苗的原料 虽然不一定每个印度人都能够打得到 但是印度整体的疫情才能够有所的控制 但是新冠疫情厉害的地方在哪里? 它会产生反复 你得过了不代表它不会再感染一次 所以进入停滞期之后还是会款步下降 但是还是会有所谓的波段 反复一下再高升 所以按照老师的估计 印度的疫情会在9月的时候会比较能够乐观的看待 当然据说印度神童阿兰德他说的是9月会大幅的增加 不过老师这次的看法却是跟这位神童不一样 老师认为7月的时候会进入了停滞期 也就进入了高峰慢慢缓步下降 9月再反复一下 但是会逐渐进入可以控制的阶段 就老师目前所看到一些专业的一些迹象来看 没有看到印度会因此面临到几乎灭国的重大瘟疫产生 虽然还会膨胀到2到3倍 但顶峰应该是不会超过5倍 这是老师目前的预测 希望印度政府能够先消弭了狂妄的民粹所造成的人祸 能够妥善的稳定疫情 其实老师真的是希望 印度的疫情老师预测是完全错误 最好下个月都快速下降 能够打点老师的预测 那老师当然也会很开心的去接受这个失算 希望印度疫情能够好转 好吗?讲完了金榜第一名的印度 接下来我们就看其他排行榜上的国家 第二名就是我们的足球王国巴西 巴西现在每日日均增加6万8千例新增确诊病例 这是每一天 这个数字就是比较值得注意了 为什么?因为他最近有跟印度一样 有点新增数字是一种复制贴上的味道存在 这很怕是一个契机 或是印度变种病毒的侵入巴西 然后会瞬间拉高一倍以上的新增病例 这个真的是要特别注意了 而比较奇妙的事情是什么呢? 即使巴西的疫情现在是世界排名第二 但是百姓仍然去疯狂支持的巴西现任总统波索纳若 也就是巴西特朗普 他的宽收防疫政策 这个部分其实有的人都很夸张 但是老是觉得这是情有可原的 为什么?因为你的新冠疫情在国内蔓延 最多就病死了 但是如果按照巴西的脆弱经济模式 如果他封城来控制疫情 那么可能就不知只有病死 还会很多很多的饿死 而人性是一个人会求生的 当百姓面临的饥饿 他就会容易挺而走险 那么他就会犯罪 所以宽收的防疫政策 或许是这些比较贫穷的国家不得不为的策略 而目前巴西日军因新冠疫情而往生的人数 每天大概是2500人 所以是说重症部分 巴西其实还是有控制住的 那么讲完第二名 第三名就是世界排名第三 就是神之子的国度 就是美国 美国目前单日新增病例数约在58000人 每一周平均大概是5万人 都是很漂亮的往下降的数字 应该在下周经过节气之后 就会如老师上个月所预测的 5月份留月总论里面所说的 美国每日新增病例 很快的会低过5万这个数字 至于6月会如何 老师会加紧的录影 让大家来一起一定要知道 我们下个月的发展状况 所以说记得要订阅 老师在更新的时候 你才能够获得通知 而在美国 每日新增打疫苗的高峰 会300万剂 他们打的是非常多的 平均再少 每天还是能够维持到 打死打250万剂的疫苗 在这个疫苗保护之下 美国因疫情而往生的人数 平均也降到了只有700人 这个跟之前几个月 美国每一天都有4000到5000人 倒在新冠疫情上 真的是天壤之别 不过按照人类的劣根性而言 在美国人身上也会展现的 为什么?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所造成的美国瘟疫 在大家好转跟恢复之后 就会忘记他所造成的这些功劳 继续的去歌颂特朗普的弦民 所以老师身为一个亚洲的百姓而言 老师也是很希望 特朗普能够在三年半之后 能够顺利重返白宫 这样美国以外地区的和平 就可能会真正的降临了 听明白吗?听明白就明白 不明白的那也没办法了 好吗? 而世界疫情白宫榜的第四名 就是我们欧洲的土耳其 单日新增病例数最高为38000人 平均是35000人 这个数字 蛮如我们过去的评估 会慢慢的降下来 未来会反复的在飙高 但是程度都不会太高的 第五名是浪漫之国的法国 每日新增确诊病例 平均约大概每一天是2万例 当然也如预期般 他开始缓步走下坡 从11万、5万、3万 现在2万会慢慢的往下去 后面疫情会不会反复? 还是会 但是会比较稳定一点 第六名是阿根廷 本周的新增确诊病例 平均一样还是2万 但是他少大概法国一点 所以说他排名第六 但是也是在顺利的下降中 第七名是德国 德国人每日的确诊数字 平均大概是落到了1万8000 虽然没有下降的很多 但是染疫之后 转化成重症的几率 是大幅的下降的 所以德国也在比较稳定的范围之内 第八名是谁? 第八名是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平均每日新增约1万7000的新冠确诊病例 这个部分 为了还需要多一点数据来观察 因为这个是现在没有办法做 他会往好也往坏 这还要观察一阵子 第九名是秘鲁 平均每日新增确诊病例为1万6000例 但是数据比较不稳定 老师从世界卫生组织里面去看 他似乎没有每天的回报 而是可能是断一天 然后停一天 然后再看到他的新的数据 所以说他数字突然的飙高 但整体来看 虽然比去年严重许多倍 但却不是毫无办法的状况 第十名就是荷兰 荷兰平均每日为7000例 但最高的时候会达到9000这个数字 这对荷兰来说是一个很暧昧的数字 因为按照模组的行程来看 他面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交叉点 不是缓步的下降 不然就有可能快速的飙升 所以这个我们还在观察一两周来看看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世界单日的新增确诊病例的排行榜 他是每一天的数字 老师刚刚讲到都是每一天 而不是是说一周新增 那么这个数字也不是等于是说 他国内总共展览的人数的排行 而是只有单日 那么以这个数字来看 各国基本上都按照一定的脚步 来控制住新冠疫情的发展 整体来说都是往好的方向迈进 现在唯一的变数就是印度的变种病毒 会不会跨越了海洋周际 进入了欧美地区 尤其是欧洲 如果产生了一个破口 让印度的变种病毒侵入 而且他没有围堵住 那么就可能再一次的重新爆发 远比之前还要严重的疫情产生 所以如何阻断疫情 那个印度变种病毒的流动 是现在全世界的当务之急 听起来可能还是有点残忍 但是这个时候如果全世界没有一起封锁 来自印度的人去出境 那么给世界带来的 可能就像斯婆神的跳舞一样 跳出了毁灭之舞 至少经济是这样 而在其他国家部分 俄罗斯单日能维持在8600亿 这个新增确诊病例 但是俄罗斯他本身有疫苗 而且他效果是非常好的 所以无论如何都还不至于失控 加拿大每天新增8000新增的确诊病例 但是加拿大应该会在美国之后 获得美国给他的大量疫苗 美国当然先顾自己的百姓 后面来讲 美国应该会先供应到给加拿大上面 所以对加拿大而言 他后事也是看好的 而东南亚的菲律宾 毕竟每天有7200例的新增确诊病例 这个很不理想 但是现在至少会有中国跟俄罗斯的加持 所以说给他一定的协防跟疫苗 所以说他应该也不至于失控 但是还是必须要提防了 毕竟他在东南亚 所以说提防印度的船只 偷渡记录了菲律宾 而印度邻国尼泊尔 单日病例暴增到每天7000例 但是裁卷率很低 他每一天裁卷人数不过1万多 尼泊尔这个国家 他仗带是比较和平跟经济没有那么发展好的 所以数字还不一定 而我们先讲一下 尼泊尔之前没有上榜 而且他现在也没上榜 但是了解一下他的一些基础资讯 尼泊尔的人口大概多少人 大概为2800万 他的人口比台湾还要多 不过人家的土地是比较大的 他有14万平方公里 台湾只有36000平方公里 所以刚才老师一直说 印度本身不可怕 可怕的是印度跑出去的百姓 那有些百姓他就是无症状感染者 所以说很怕他还透过这些破口 传染到世界各地区 而欧洲的意大利 平均每天新增6000的病例 但是这个资料可能是有错 所以说意大利老师先保留不去评论他 而在亚洲日本每天新增约5000个病例左右 但是老师从模型中认为 这个数字他已经离天花板稍微近了一点 以老师的模型来看 日本最高再坏一点 应该不会突破9000例 真的是坏到极限的 突破天际了 最高大概也是12000例 但是日本人的一些旗性 应该会比较能够自治 所以说他到很坏的结果 几率是比较不高的 所以是说他缓步下降 虽然反复 但是缓步下降的机会还是有的 而印度的速决于巴基斯坦 日均稍微提高到每一天会有4800例的新增确诊病例 但是印度的病毒 隆本疫进入巴基斯坦 这个是比较低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两个是一个世仇的国家 而巴基斯坦的海关边境 应该也不会轻易的放印度人进他们的国境 所以巴基斯坦应该还是比较安全一点 而印尼每日新增的病例数为4700例 但是也在慢慢降低了 同样也就是怕印度的人流到了印尼里面去 这个是比较危险的 而马来西亚的 马来西亚现在反复往上飙升到3400例的 单日新增确诊病例 这个数字其实不可怕 对马来西亚不可怕 但是怕的是这些病例里面 有一些是来自印度的印度人 跑到马来西亚印度籍的亲戚里面 去投靠的问题会产生 所以说马来西亚的朋友要特别注意 尤其是华裔的朋友我们要自己做好自己的保护 我们管不住别人 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管住自己 各位说是吗 而印度的邻国孟加拉也是单日2000例 但是这个数字是完全不可信的 因为孟加拉跟印度一样 应该是比印度还要差 检测几乎是没有 而又在印度的旁边 所以根本难以防御 所以孟加拉很大的机会 会成为下一个跟印度一样严重的国家 而回到了欧洲 英国每天新增确诊病例只剩下2000 算是已经很摇摆的状态了 毕竟他以前的英国变种病毒是非常强悍的 而泰国每天的平均新增确诊病例也是2000例 它稍低于英国一点点 但这个数字很难说 因为检测率比较低 但是泰国的环境 基本上它比印度好 也比其他国家稍微好一点 所以稳定的机会也是比较高的 而当初出现南非变种病毒的南非 所以每天新增病例已经跌破千例 到了800例而已 降下来的还是蛮顺利的 而澳洲呢 澳洲现在每日新增约15例 澳洲比较特别 澳洲还特别禁止了 就算你是澳洲籍的澳洲人 就算你是白的黑的黄人都一样 你是不能够从印度回到澳洲的 否则不但罚你巨款 还要用刑法来把你关进去牢里面 其实看这个蛮有趣的 全世界的政府大概也只有澳洲 是完全不善待保护自己国家百姓的国家了 这个是比较特殊一点的 而台湾现在新增了8例 但是也不是每一天都有 而台湾百姓戴口罩已经成为日常的习惯了 未来大概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所以说这算是一件好事 而在中国部分 中国还是有一些小小零星的疑似病例 但是没有出现所谓的社区感染 目前跟印度的局势上是必须要严格把关好 来自印度的百姓 因为有些的中国包机是从印度回去中国的 这个真的是要观察 希望他们能够围堵好 但是只要印度病毒不出现在中国 大体上中国也是比较平安的地方 而中国特别要提的是什么 他的疫苗施打状况 中国现在疫苗施打状况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回报 每一天大概都有1000万 1000万的高峰去施打新冠疫苗 平均每一天最低的时候也会有700万 这个数字 跟我们之前没有取得世界卫生组织的回报 跟老师自己推估出来的数字 基本上是吻合的 每一天达到1000万例或是700万例的数字 所以只要印度的病毒不出现在中国 基本上我们中华民国沦陷的那二十几个死的百姓 是比较平安一点的 好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本周的世界疫情的状态 从这些数据来看 其实世界正在往好的地方去迈进 而不是像一些名嘴或是一些频道主 所渲染的新一波的世界末日要来临 人是因为无知而恐惧 例如对了面对我们自己未来的人生 或是我们即将面对的选择 很多人也都是如此 恐惧跟害怕跟迷茫 但是只要我们能够先去明白选择之后的意义 那么或许现在我们该做什么努力 往哪个方向迈进 就会更加的明了了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